原标题,印度士兵不小心越过印巴什米尔时控线,被巴基斯坦原标题,印度士兵不小心越过印巴什米尔时控线,被巴基斯坦原标题。 印度士兵对逮捕,经交涉后被移交印度10月26日,印度军事法庭认定其有罪,判处其三个月监禁据印度ANI电视台报道,去年9月,印度安全部队在印巴什控线附近对跨国武装组织实行外科手术式打击。 而一位名为上达巴比尔乔汉的印度士兵在执行任务期间越过了印巴克什米尔时控线,被巴基斯坦军队抓获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称,2016年9月29日,该士兵从印控克什米尔克里神纳加提克里西纳亨地地区,越线至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为了确保他能被八方释放, 印军通过现有的军事热线与巴基斯坦军方进行了高级别的交涉与谈判,印方还通过高级使节团以及外交部队此事进行善后处理声明称,经过多渠道努力,2017年1月21日,我们终于得到了巴基斯坦军方的确认,该士兵被移交给印度当局印度军事法庭随后对其展开审理,这名士兵已认罪,但在法庭陈述中辩解道, 他是不小心越过了实控线印度军事法庭认定其有罪,判处其三个月监禁不过,法庭的量刑还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据悉,其祖母去年知晓他被巴基斯坦军队抓捕的消息之后,惊吓而亡印度与巴基斯坦近来在克什米尔地区冲突不断, 10月以来,印方人员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在克什米尔地区挑起战火截至目前,印度已违反双边停火协议近600次之多针对印巴双方交火不断,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瓦,跟坎马贾夫德巴亚瓦,11日曾表示,巴基斯坦希望同印度建立正常与和平的关系,但估掌难明据海外网早前报道,巴杰瓦于当地时间11日, 在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卡拉撤,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讲话称,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为动乱的区域之一,过去40年以来,巴基斯坦处理不断处理问题,但危机仍在持续他也表示,最大的期望就是可以确保和平稳定并且保障人民的幸福。